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君子兰它的叶片是比较齐整的 如果它的叶片长得歪七扭八 那么官场价值大打折扣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一些工具来进行调整 或者是给这个君子兰进行转盆 然后调整它的叶片的一个长势 那么这样的话 叶片也可以长成一个比较齐整的状态 但是除了用这些方法之外 今天再来教大家一个小秘诀 使用这个小秘诀 大概两周左右 就可以让你的君子兰的叶片长得这么齐整 那么是什么小秘诀呢 这个小秘诀就是给你的君子兰进行黑暗处理 那么这个黑暗处理的话 我们就是白天都不要给它见光 直接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或是一个不透光的一个纸盒 把君子兰把它整个盖住 从早到晚盖住 给它盖两周左右 晚上的话 大家可以把这个纸箱把它拿开 给它透透气 但是白天一定要盖住 一定要遮挡住这个光照 这样的话 叶片就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长势 长的话会比较整齐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君子兰叶片之所以会长歪 主要就是因为光照不合适而导致的 那我们把它给它进行一个黑暗处理 那么植株啊 它没有这个向阳性 后期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得齐了 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 一定要持续两周左右 才能够期待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等到叶片恢复一个正常的齐整之后 大家后期还一定要注意 要定期给君子兰转盆 大概七天左右给它转一次盆 这样的话呢 让它能够受光均匀 那么叶片的话就不会再长歪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